医管局下午4点将会公布公立医院管理系统检讨报告 公立医院今年上半年接连发生多宗事故 涉及病人护理程序、设备运作等等 政府要求医管局检讨 检讨报告指出 有需要研究医管局管治和管理架构 是否能够继续应付复杂公立医院系统的需要 医管局将会在大会下成立管治及架构改革委员会 督道落实报告建议和改革 医务卫生局上个月初收到报告 同意当中建议措施 择成医管局推进深化改革 局长劳宠茂说 人口老化、医疗成本持续上升等 对医疗系统带来压力 必须要深化改革公立医院的管理系统